最近杭州闸闹口派出所接到一家超市的报警 说是有个女顾客拎着满满一袋零食离开 并没有付钱 那么我们办案民警呢就很快地赶到店里面 通过视频监控 那么就锁定了一个嫌疑人 当场把这个嫌疑人抓获了 也是发现嫌疑人偷了这家超市里面很多高端的一些零食 感觉他还是比较会挑的 这些零食也都是一些比较畅销的热销款 也都是一些比较高端的零食 比如说像哈根达斯啊 孟龙啊 卡士啊 这些是民警抓获张某时查获的零食 总价值500块钱左右 根据嫌疑人张某交代 自己以前在一家医美公司上班 工资不高三四千 前段时间失业了 但不想降低生活品质 生活还是比较精致的 嗯 然后吃的东西也都是这些高档零食啊 那么他在偶然一次情况下发现 呃 有一样东西没有付款 就直接拿回家 也没有显示有警报 那么他发现了以后呢 就之后也就是 呃 多次以这种方式到超市里面去拿 通过监控发现 张某九月期间 已经在超市作案高达十多次 涉及金额三千多块钱 呃 因为在两年以内啊 连续三次盗窃以上 就将被认定为多次盗窃 呃 是属于盗窃罪 呃 违反了盗窃罪 是要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所以我目前对他进行的一个处罚 是一个刑事强制措施的处罚 1818黄金也记得报道